卧室别再浪费这九个一平方米 1.门后一平米 以前浪费海鸡灰 不如做个洞洞板 增加收纳更实用 2.衣柜侧边一平米 不直接弃墙 而是设计薄侧柜 收纳各种手提包 3.床头柜一平米 挡住柜门难打开 不如不要床头柜 角落做转角矮柜 收纳不常用杂物 上方做悬空衣柜 中间是宽敞的床头柜 4.床头一平米 不做厚厚的床靠 改做半墙牧式面 节省床头空间 床尾过道更宽敞 5.右边床头柜一平米 改做悬空梳妆台 化妆打扮更方便 6.梳妆台上方一平米 做个倒顶梳妆柜柜 平平罐罐好分类 还能挂个吹风机 7.飘窗一平米 延伸做个大梳桌 有宽敞的学习空间 8.梳桌上方一平米 做一组倒顶梳柜 书籍百件好收纳 9.右边角落一平米 设计倒顶展示柜 收纳书籍和杂物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